今天我们看到了欧崇敬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又出事了,台湾又出事了,真的,不然的话,主持人一个人在那边连销围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再找一个人? 好,因为今天呢,欧老师他又有很多天线,连结了很多的党政要员,这点我就比较佩服欧老师,欧老师真的是那种,这个毛泽东最欣赏的鲁迅的一首诗吧,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肝为如子牛,而且呢,他是我见过学界,拥有这么好的这个资历啊,还当过, 两所学校的副校长,是吧,然后也读了很多的书,然后还在江湖中闯荡,最重要,最重要这一点在这里,还可以把脸皮弄得这么厚的人,你觉得我在骂他吗?真的没有,真的没有,那为什么,因为我说过,为什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好,十年不成也好,读书人真的没有用啊,你知道,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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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是说仗义多了土狗背吗?复兴总是读书人吗?为什么?因为读书人没有经过江湖历练,你没用啊,那我也算是读书人嘛,对不对?虽然书读不多,但是也可以叫做读书人,我想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吧?那我的脾气是够厚啊,真的,我是说真的,你觉得我脾气不够厚,我还活到今天吗? 我真的呀,我被各种各样的人洗脸啊,我被小粉红,被那个绿驱,哎,我现在叫绿驱,这样有点不太礼貌啊,不过真是驱啊,然后,对啦,不驱不挠的驱啦,然后,也被这个蓝军的网军啊,洗脸,轮番洗脸,在不同年代洗不同的脸, 我还能嬉皮笑脸,活到今天,我的脸皮不够厚吗?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啦,脸皮够厚,可是智商不高啦,所以,困得没有顶好,真的啊,智商不高也不能怪我啦,对不对?这个应该要追溯,要追溯到,冗西,彭氏,仙考什么,这个真的,由不得人啊,但是我觉得,欧老师比较特别啊,他很聪明,书读很多,而且皮, 皮够厚啊,那,他真的可以电话跟台湾的各政党的很多高层啊,就直接在那边三字经,就是凑来凑去,然后交换很多的情报啊,今天有很多人啊,也不是很多啦,有些人在那边呛我们说,你看,你们两个在节目中预测的那些东西,你看,都不准啊,哎,兄弟啊,你要知道,我们拿到的消息是最及时的动态,嗯,你知道这个动态一直在改变, 而且我们通常在前一天,前两天,我们会闭嘴,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专业上的道德,就是当我们去跟当事人获得一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尽保密的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很怕,这些人找我们放话,以达成他们的目的啊,所以我跟欧老师都有一些职业道德,就是到最后要掀牌之前,纵使我们看到的底牌 我们也会就当做算了,就闭嘴,好,所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不是真呆,偶尔是在装呆,至少欧老师是这样的,好,今天呢,我要跟欧老师连线就是因为,台湾的这个立法院跟将来的行政院呢,我有点看不懂了,首先,立法院这一局, 这一局,莫名其妙都选完了,绿营派个小喽喽出来吐,柯文哲,说把他怎么爆料的事情,那后来陈永新当然是大佬了,大佬又出来补一刀,这个有点奇怪啊,你想想看,今天,赖清德,他这个政府,将来一定是跛脚到不行啊,对不对,你看磨刀祸祸,对国民党来讲,饿了八年了,刀不出鞘, 对民众党也是一样啊,百分之六十的民意是反民进党的,这八年被折磨的还不够吗,要你吃什么猪就吃什么猪,要你打什么疫苗就打什么疫苗,然后那些官员在质询的时候,比那个民意代表还凶啊,就像没上去打民意代表啊,大家都吞下来了,因为民进党你嚣张嘛,三分之二都快到了,对不对,立法院你要干嘛就干嘛, 这个同婚公投没过,蔡英文搞一个大法官就让你过,看你要怎样,大家都很闷啊,所以赖清德呢,现在,他的这个行政院内阁,绝对是大家爆尿七压弯的时候啊,那在这个节骨远,还没有开议啊,就去把民众党的这个龙王庙用大水给冲了, 那以后,民进党民众党的8票,民进党肯定是不要要了,那从此以后,就永远是弱势,每天要在那边 摇尾起连的,希望国民党跟民众党能够支持他们的法案,那不是250吗,所以我看不懂,这一局在演什么,欧老师,我怕你睡着,该你了, 那不会,我先附和一下文正前面所说的那个脸皮厚的这个问题啊,我在一开始第一次被国民党派去台南选举的时候呢,那个前来辅导那个党工啊,告诉我,他说前一个来选的教授啊,完全不符合三个重要的选举原则,我说哪三个啊,他就说一,坚持,二,厚脸皮,那我说那三呢, 文正,你猜到三是什么,等一下,我有兴趣,因为坚持厚脸皮我都有,一坚持,二厚脸皮,我都有,第三,对,三,你要猜吗,还是我直接公布的案, 有点难,观众朋友应该也开始在猜了,我原本以为,我原本以为二是不要脸,因为不要脸比厚脸皮要更,要更贴地气,接地气,对不对,这个我也有,三呢, 我猜啦,是原话啦,原话,而且是那个国民党党内的这个流传的有趣的话,就是说如果选者来要叫他这三讲,一,坚持,二,厚脸皮,三,他说出来的时候,我就扑斯笑出来,三,叫做坚持厚脸皮,好,挺好笑的哈,像我这种,像我这种天生厚脸皮,就不用坚持了嘛, 嗯,不,不,不,我真的是有话要说的,那我前一个来选的呢,也是个副校长啊,那就是郭天才, 我说那这个郭副校长他符合这三项哪一项,他说一项都没有,那我就说啊,那人家是学者,他说那我们也担心你是, 后来呢,就,就到了这个,当年2011年11月22号,这个我上去呢,这个帮马英九党的那个主头那个事情,然后揭发那个民进党有六位啊, 党主席,是跟这一位陈董事长呢,也都是很熟的,我连日期都把他写出来了,据说李秀连当天在电视上努力看,看我有没有说到他,如果说到他,他就要告我,他发现我没说到他, 而且其他六个,我说的都还是事实,他就找了你的另外一位朋友啊,据说你跟他一起坐车去问你的那一位,他就说,他问那位说,哎,这人是谁,他怎么知道我这么熟,这显然是自己人嘛,怎么会知道这么详细啊,你帮我把这个人找来跟我聊天啊,后来我也真的被你这位朋友找去跟这个吕副总统聊天了啊,那,我接着要说的是,其实坚持后脸比跟坚持后脸比, 这个其实还不够了,那我后来就要问了另外一个更高,高层的党工,是属于书记长级的,他说经过那一场以后呢,他们修改了这个语令,叫坚持耍流氓,然后坚持耍流氓,那这样的话呢,文正可能就真的,差了一截啦,因为文正一直是文正公嘛,文职彬彬,而且有国乡夫人相伴,长乡左右,你怎么样都耍不起, 流氓的啊,你怎么样都是在Times Square啊,或者星光大道啊,那么有气质的地方,你当然少不了流氓,嗯,所以我要讲说,其实从这他本身有一个心理素质,而且这个心理素质几乎是从头到脚趾头,你要被所有的细胞完全更换过,那才行,嗯,换言之呢,这个文职彬彬的这一块呢,可能,他某种程度上是特定的时候需要,他才会拿出来用, 好,我这就接回来你刚刚的问题了啊,我们看到啊,平常大家以为他形象啊,应该是有点黑溜溜的,这一位啊,总召,那就是傅昆奇要进去把他搞死的这一位,叫做柯建民,他对另外一位总召,说的四个字,让大家捧腹大笑,而且觉得,真的是很适用, 那四个字,您听说了吧,你说他对黄国昌说的,对对对对,说的一句乘以四个字,拿四个字,啊,哎,人家记者问他说,这个黄国昌现在也是总召啊,你们现在来三大总召啊,你怎么拼弄黄国昌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以前跟他是,我不以为然嘛,哈,两个人搞不来嘛,而且黄国昌的partner,徐永明,也被他打趴了嘛,哈,他,不急不徐,说了, 沐喉而冠,四个字,这是对媒体讲的吗,因为我台湾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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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转述给我的人呢,是我82岁的高堂老母,我妈妈呢,他也读了高中,所以呢,讲起国语来也还行,虽然他是台湾人,他说,哎,柯建民说,好,你那个的朋友黄国昌,啊,这沐喉而冠耶,好,真好说耶,好,我妈妈原句是这么高中的, 告诉我的,所以真的挺有趣,他会说他沐喉而冠,那就表示呢,哎呀,这国家,看起来,三大总召集人好险,没有全成为一党,只有两大总召集人呢,这个附带,是真的连在一起,所以现在呢,国内最大党,是总召党,啊, 而,呃,柯建民还有另外一句经典的话说,民众党那八票,是废票,各位,这话你要认真听,他不是只有啊,二月一号,早上下午是废票,是,他这话的意思是,民众党未来四年,这八票都是废票, 而说到这,不晓得,文众党,您听得懂,这话的含义吧,我只想耍流氓, 这八票都是废票的含义就是,我先谈总召我的看法了,嗯,嗯,我觉得黄国昌,会被这两个人玩死, 对啊,真的,我不骗你,我对黄国昌有一点了解,好,对,我觉得呢,他的优点,我先讲啊,什么爆料那些东西都不要讲了啊,嗯,个性上优点,我觉得,他还算直,对,就是说你这个人不会让你觉得,摸不透,而要防他,嗯,但是他让我跌破眼镜的是他,如此的,不念旧情,而且这么不上道, 两件事情让我看穿了这个人 在给大家看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6年12月 中华民国行政院核定4月7日为言论自由日 以纪念郑南荣一事牺牲奉献 捍卫言论自由 除Boys of Taiwan 台湾正义之声 说真话 在海外行公义 追真相 司法改革党则从根本做起 致力于改革台湾司法 贯彻民主法治 我们坚持说真话 不畏强权 相互勉励 心火相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m no one on your band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high tides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tory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So there's not an end I've served this scene I found no one there I've saved this scen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be I've served this scene An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就是他的老师贺德芬 去找他 请他帮忙借个场地 要开这个论文门第一次的记者会 那贺老师会去找他 显然是因为他们在台大法律系的时候 有一些失声情疑 就贺老师气急败坏的说 临时放了他的鸽子 完全不理他 当做不认识 就才临时去找了 台大校委会馆还是什么地方 那我当时会觉得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可是我没有太在意 后来我2019年4月22号离开了民事 当天节目断了 在这之前两年半的时间 再加上再往前面 在政经现实批在一电视 时代力量是我们永远保留一席 就是你们随时今天要派谁来 你们就派我们控一席给你 那是我的理念 因为我对当时对激进 对小党 对那个绿党 对这些社民党 我都是一样的心态 因为我觉得 这个Public Arena 这个或者Forum 这个一个论坛 不能老是麦克风 都是给那些有权势的人拿走 所以你看我的节目访问过什么 赵延庆 那个 大兵 200万 老兵 对 在路上拾荒的老兵 庙口阿伯 很多这种 这一生第一次上节目 都是上到我的节目 那是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理念 好 所以 黄国昌 也因为这样 或者时代力量也在 因为这样的在民事 在一电视有非常多的 那时候一电视还没有 但这些社运 这个时候 得到了很多的掌声 那我自以为 我跟他有一点点交情 结果没有想到4月22号 我们离开民事 2019年4月22号到今天 4年9个月的时间 他完全没有回我任何一个字 我曾经打过电话给他 那时候 我人还在台湾的时候 因为有 有这个政坛的长辈 叫我联络他 也没接 传简讯 完全不回 4年半 完全不回 Merry Christmas 总可以回吧 Happy New Year 可以回吧 要不然愚人节也可以回吧 完全不回 他是当我这个台大的学长 已经死了吗 还是 还是 我完全不知道他是为什么 或者是他忘记 曾经认识过这一个朋友吗 我觉得不可思议 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 可以看出他的个性 也是很直 他可能决定要避开我 所以他连个敷衍都不敷衍 就直接避开我 所以我也觉得很特别 所以 我认为啊 这种个性 如果 不会走 只会走直线 跟 转弯 都不会转的那种人 会被傅昆琦跟 柯介明给玩死 这是我对他的担心啊 我只有一个辅助就是说 首先对这群人呢 我并不觉得意外 第二个呢 有很多人是害怕 正义的主持的 因为呢 他们觉得追随正义呢 会一无所获 然而啊 真正的正义是要 纯粹为正义而正义 没有为任何利益 也就是说 不是为了利益而正义 他才叫正义吧 可是 当 要选择这条路的时候 对这些人来讲 是千万艰难 因为他会恐惧 所以 他们是自己 把自己从伊甸园 给放逐出去 他们也自己 愿意追随路西法 这是人间呢 至少 过去 三五千年里面 已经是不变的铁律了 所以 我并不觉得奇怪 可是如果他这么不懂 人情事故 或者是说 他连演都不会演 真的会被傅昆奇 跟柯建民 生吞活泼啊 我担心的是这个 那你何必要担心 人家都不回你电话呢 你干嘛还继续 这么 我总还是习财啦 我觉得他在爆料上面 他除了蔡英文的料 他不爆以外 他不碰之外 其他人他其实 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啦 我必须就事论事啊 那你可以再拨几次电话 看看他愿不愿意被你习财嘛 如果他还是拒绝被你习财的话 那你就只能由得他加入路西法的队伍吧 你觉得 你觉得我的内心真的那么坚强吗 其实我这个人 这一生最伤心的事 就是被朋友背叛 其他我都无所谓 被这些恶观恶整啊 被这些不认识的人恶搞 我都无所谓 我甚至完全不放心上 我对于那个人性的背叛 我是很伤心的 真的这是我个性上的缺点吧 好我们继续 所以现在的最大党呢 我认为呢 是当傅坤奇跟贺建民联合起来的 这个党会最大 而他们如果要喊什么方案要过 他们只要一连手就什么都能够过 所以真正表演的舞台呢 就在秀面上 他会故意制造一些空窗的场合 给韩国瑜或者是江启臣 然而实质的场合 实质的有效利润 我认为这两位总招呢 会精打细算 而且他们实在已经对立法院太熟了 他们会知道哪些是属于美光灯的 哪些是属于实质的财产或利润的 这些该守的堂口怎么守下来 他们会一清二楚 因为啊 我们回头想一下 桃园跟新竹的场子都给抄了 对不对 这话大家听得懂 新竹市高宏安 对 我再说一次啊 复习一下 我们曾经告诉大家 桃园这个羽球场的事情 不是被接了吗 可是接的人不是桃园市的 国民党籍议员 也不是国民党的立委 对不对 那这些难道都不知道 都不住在桃园吗 他们几十席 这些民意代表 两级的民意代表 立委还有议员 难道真的都不知道吗 不是不知道 他们跟郑文赛处得很好啊 对 这话我说到这 大家马上听懂 新竹市也是 新竹市就更夸张了 他那个放手场不是至少12个亿吗 还有一间小学就13个亿 对不对 好 光是这两笔 请注意哦 我说的是光是这两笔 别笔咱们就暂时按下不表 这两笔就25亿了耶 好 请问新竹市 难道立委跟议员 没有国民党的吗 新竹市不就一席立委吗 那他的数十个国民党的议员 不管是现任前任的 怎么也都没坑气呢 好 那显然啊 桃园新竹市的为事 是为的密不透风 你看嘛 25亿的工程 为了大家都非常满意 对不对 十个人每个人发一千万 也不过才五亿啊 你说25亿的工程拿个五亿回扣 很困难吗 很离谱吗 也没有啊 当不分党派的议员 每个人都拿到一千万的时候 谁会回头咬你 不是神经病吗 我非常为我们的国家高兴 文振公您真的进步了 马上进入状况 数字还说的挺准的 不错啊 哎对对对对对 不过呢 根据我的所知呢 光是桃园市的议员呢 恐怕就比你说的这个数字 更香甜可口的许多 嗯 好 所以呢 他们每个都 这个走路有风啊 只要不要忽然有人啊 神经病发作 想要当全国不分区议员 大概就没有事啊 你听得懂啊 什么意思啊 哎桃园本来有一个全国不分区议员啊 后来不是被集体做掉了吗 哪一个 我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他读的大学就在你的学校 就在你现在居住的城市附近 他读圣河西大学的那一位 浩瀚的宇宙 哦 全国不分区议员 那外号讲全国不分区议员 我跟你讲 我跟王浩宇的私交也不错啦 对对对 他是一个聪明伶俐 而且很会 他比黄国昌强多的地方在于 他很会除很会跟风 然后很会 很会讨这个老人家的喜欢 好但是 但是我觉得他的败笔在于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把 把精算外露了 这是我的看法 我就不往下评论了 我们先把这条线给说完啊 那么桃园跟新竹的场子 显然是给抄了 对不对 而且不但抄 抄得相当彻底 但他们不会就此放手啊 所以呢 我们回头来看 新竹市现在是什么局面 高宏安并没有因为这样 被 好好的宽带啊 所以呢 不管是蔡正元啊 邱毅啊 他们努力帮高宏安讲话呢 其实结果是亏然不动 简单的说 我们现在可以看周玉寇啊 在电视上 在选举期间啊 数落游席坤 他怎么不 不让位给年轻人啊 人家还没投票哦 就要投票前几天 他就在绿营的电视台 直接数落游席坤 这样游席坤 还能吞得下去 被一个资深媒体人 年纪跟他差不多的 这个欧巴桑 这样修理 他都还是只好认了 对不对 嗯 那我问另外一句话 徐永明只不过亏几次 啊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几位老大的其中一两位 他结果是什么 哦 徐永明这下场很惨 对 他被整的真的七分八素哎 对 他会来不是出来喊冤吗 他说我根本没有讲过钱呢 他说 他说也没有一百万啊 反正 哎我必须说啊 嗯 一个立法委员 去帮人家开几次公厅会 就人家甚至现金给他一百万 这样子也能够收押也能够判刑个十几年哦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量刑标准到底在哪里啊 好 我觉得因为怕你怕你时间电视这个节目时间不够往下接啊 嗯 那么请问得罪游席坤严重了还是得罪以上我们说最大党的总招门严重了您认为 我现在要看你这下期再见 我现在要看你这下期再见 吧 我现在要看你这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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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这个堂口不见了 换有新堂口了 你觉得不是奇野妙灾吗 嗯 不过啊 他们两个演得非常好 不然国民党啊 明年啊 会泡沫化 因为大家眼巴巴的看着你 52席加两席54席 如果民众党做毕上官 你国民党是好好可以修理民进党的时机 如果你跟民进党与狼共舞 如果做的表面功夫太差的话 你会被蓝营的支持者完全唾弃 然后蓝营的这些区域立委 四年后就不要再选了呀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这场戏是徐克遇上周星辞 人家可是戏精子 直接从维多利亚港口通向好莱坞的 所以这是一级的国际演员 那个级别的 是属于死人抗浪来这一级的 那么你如果对比起来 我们刚才说的全国不分区议员 这种级别呢 或者是幕侯而冠的国昌先生 那就差远了 黄国昌对于幕侯而冠这四个字 还有反击吗 假装没听到 但是全国都知道 这四个字实在是有点 穿胜 很羞辱人 对他说幕侯而冠吧 你不要小看 咱们柯总招 人家还是胸有点墨的 他不是胸无点墨 他还是文青的 不是文青 他不是愤青 他是文青 所以对他来说 这个黄国昌才是愤青 这愤青愤错了 就立刻会出事 所以他们表面上 让这个韩国瑜跟江启成 赢了这一局 可是实际上呢 真正未来立法院 真的能够通过法案的最大党 既不是哪一个名什么党 或者这个哪一个插名党 都不是 而是他们联盟起来的 这个青岛东路会议 这样一来啊 我们等于已经知道答案了 这是一个事先彩排好的剧 那么也是赖清德事先同意的 赖清德当然也宁可要理 而且有这么好的国际级的演员 徐克再加周星驰 可以把戏演这么好 可以把黑色的这个剧码演成喜剧 而且让大家觉得既恐怖又不觉得恶心 那他当然何乐而不为 对不对 那黄国昌就是红金宝了 你太看了喜欢黄国昌了 对不对 我就跟你说黄国昌是属于依然歌仔戏团的 他连明花园都还没跟上 还在属于地方戏曲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四年里面所有要通过的法案 因为在立法院等的要通过法案是非常多 这些部分都已经排定了 而且我认为送给韩国瑜的法案 就会是蔡英文的三大案 这三大案包括什么 包括呢是他的高端案 还有贾博士贾论文案 再一个是整个国防的军购相关案 这三大案啊 他随便找一个就会让大家觉得说正义啊 终于到来了 你看这个戏演的多好啊 对不对 就是说就是赖清德就是说你们要杀尽管杀 蔡英文要瓜要宰 要怎么样 你们请便 我跟你讲这个戏我现在也可以帮你写好 帮大家写好 后面要发生什么事 第一陈地本会放出来 第二蔡英文会被被大家编刑 然后呢搞不好 彭文正关起来 彭文正会凯旋归国 好 然后呢 蔡英文你又在你又被传到法院去 等一下 然后法院那些法官 你的你的春风专案已经透露了泄底了 你是在帮蔡英文又补我 我跟你讲 我在往下说啊 然后司法改革 他就送黄文正一个假求 就是凡是跟彭文正有关的这些 司法官检察官乱讲话的乱判的 一起来讨论讨论 这样就有司法改革了吗 所以也把民众党的嘴给塞满了 然后呢 韩国瑜面子也有了 然后大家注意都在那些地方的时候 版面已经满了 这时候他们要过的所有的企业法案 民生法案 还有大公司要他们过的法案 通通都过了 那就不是300万的事啊 也不是3亿的事啊 那是一年30亿以上的事啊 我这样讲可能太客气了 不过先说这样就好 所以这样一来呢 民众那边呢 也只能要到一点点 他们表面要求的面子 因为知道怎么参政的人都知道 你只要让媒体效应满分 其他你都不用再填答案了 对 媒体效应已经满了嘛 我不是符合你 黄国磅要的 是符合你 媒体要的黄国磅那部分 这个答案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媒体上要的黄国磅的答案 哪一些 我把它填到满分 黄国磅你很可能觉得 你只有被满足千分之一 那你家是啊 你其他去学口费也没用 因为人家会觉得 你已经被满足了 但是实质的理子不是如此 那理子是谁控制的呢 谁控制的媒体 以及谁控制的预算 还有谁控制的投票的票员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表面上 韩国瑜 黄国昌 柯文哲 他们都会被给予面子 这个是未来四年要上演的戏 当然还包含蔡英文的三大案 你刚听我这么说 就已经够热闹了 四年党期还有陈俊平要出来 这些事真的会满满满 那赖清德不就很好做了吗 这些话 如果再说一次给赖清德听 你觉得赖清德 会不会非常心甘情愿的 去延令采成呢 最后反正他是最后的赢家 我要是赖清德 如果聪明的话 就赶快助攻啊 你们赶快做 对不对 没必要挡啊 对不对 放阿扁 蓝鹰都会跳脚吗 不会啦 阿扁已经被折磨得差不多了啦 对不对 那借着这个论文门 就彭文正打蔡英文 刚好而已啊 高端 蓝的绿的都人神共愤啊 又可以塑造正义的形象 为什么不要 没错 这三件事一做完赖清德的满意度 绝对从50开始跑到70起跳 直接往上冲 我跟你讲啊 绿营的支持者 我真的看透了 你看阿扁被逮了 落寞以后 人走茶凉啊 没有人挺他 我跟你讲啊 我看到柯总召的有情有义啊 你知道第一次让中间 台中监狱 假设阿扁出来之后 阿扁不是去参加凯达葛兰大道的 凯达葛兰学校的年会吗 那个时候 出来挺阿扁的 只有游锡坤的游戏正国会 以及柯建明 而且你记不记得 因为那场是我主持的 我跟陈廷飞两个人一起主持的 那个阿扁被折腾了 最后不是在那个新娘房吗 可以视讯不能出来吗 什么可以出来不能上台吗 阿扁气到说我自己带个小板凳 大家都已经忘了啦 那快十年前的事情 有有我记得那是典华酒店 对你讲的完全正确 那典华酒店的五楼嘛 对然后分成两层楼 那闹得很大嘛 我记得很清楚 柯建明是站在第一个 对 就是 但是 搀扶着阿扁 把人群推开 把他送到 那个 就是 带出来的 那一个人啊 那刹那我就觉得 这个人有一个 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对 对好 他是有温度的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往下延续 阿扁被折磨的差不多了啦 所以放阿扁 以阿扁现在状态来讲 没有放不放的问题嘛 他已经放了嘛 只是 只是脖子上还栓了一个链条嘛 这链条是谁栓的 放阿扁的人 是马英九耶 大家都以为是蔡英文耶 假设 陈水扁的人是马英九耶 每天恐吓阿扁 要把他关回去的是蔡英文耶 所以你不觉得人生很吊诡吗 好 讲完了 因为这个事情 我完全不担心蔡英文的未来是什么 因为蔡英文的未来呢 剧本已经大家 刚才听了一个大纲了 我呢 不做剧透 那关于这整个大纲 因为我刚才只说了一半 主持人你要不要问另一半啊 好另外一半 嗯 另一半就是国民党这边啊 属于猪人这个part 猪人这边呢 是属于黑山老妖这边 会得到什么呢 他们这群恶鬼扑羊的啊 也会 在这个最大党的合作底下 获得很高的利润 猪人要的是利润是啥呢 主持人您要不要猜猜 我想一想看 嗯 个人的还是党的 当然是个人的 他个人就是党啊 哦 朱立伦集国民党国民党集朱立伦 这你一定要想懂 这才是他的逻辑吧 我坦白讲 我对朱立伦 他的经脉跟他的 后台我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 来来来来 你这样子这个真的会绕一圈 朱立伦在这里可以换到的 我直接说了 嗯 啊 在2028之前 所有可能遇到的政治对手 都会在这个最大党的合作底下 被干掉 哦真的吗 没错 要不然就被悬置 要不然呢 就被做掉 要不然呢 就是直接被废掉 再不然呢 就是直接被灭音 消音 要不然就关起来 呃 好吧 你这样说也 也不会离谱太多 嗯 那目前 谁 想抢他位置 或者谁 想要取 2028 的代表权 那其实 已经跃然直上了 这样子 我觉得2028 国民党内 有可能的 接班人 卢秀燕 还有呢 江启臣 韩国瑜 还有呢 还有侯友宜 侯友宜 没了 没了 再补一下 蒋万安跟张善政 蒋万安 不可能啦 张善政 没关系 嗯 没关系 我们这个先哭血 先把剧本说完 要不然呢 参与细节 我们这个节目就得加长了嘛 那啊 我补一下 因为这次本来是蒋万安 要回去接党主席 这把老猪的胡子气的 翘起来了 啊 补这一条就够了啊 好 所以 不管是回去要抢党主席了 或者可能抢老主席的 或者可以抢2028的 都会在未来这四年里面呢 他会做出他们该做的表现 嗯 会很准确 因为 过去我们在这一年里面所预测的 基本上都准了 甚至我们也事前在1月15号拿到51票对54票 只看游戏会那边能不能挖到另外两票 对 所以我们讲游戏会那个部分 而把51对54这个先按下不表 嗯 你也你也确证啊 这个我 接到了两通电话 我都有 在第一时间再跟你这个汇报吧 对你还问我说要不要补录 对 要不要补录 而且我连续问了两天要不要补录 对 对我说算了 为什么我们知道就好 我说因为前跟后啊 前跟后我们都是知道的啊 好那我这么说就是说 他们的准确度不是我们排的 我们不是写剧本的人 我们只是知道剧本的最前一击人啊 对 除了他们自己核心人士以外 我们可能是比各大媒体都更早知道剧本的 嗯 都是精准无误 连国民党跟民进党差7% 国民党跟民众党也差7%这事也是他们说的啊 嗯嗯嗯 他们能这么准 开出来就是7%吧 两边各差7% outside 眼筚 you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6年12月 中华民国行政院核定 4月7日为言论自由日 以纪念郑南荣一事 牺牲奉献 捍卫言论自由 Tru Voice of Taiwan 台湾正义之声 说真话 在海外行公义 追真相 司法改革党 则从根本做起 致力于改革台湾司法 贯彻民主法治 我们坚持说真话 不畏强权 相互勉励 心火相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be open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 think but you don't feel alon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Not a day I could always stay I hope I'll find somewhere If I jump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I think there is a must of It'll be sweet I think there is a must of It's like a pan It's like a pan Oh down the road Is this way I think there is a must of 我們回看 不管是跨黨派的這個特殊組成 或者是對於賴慶德那邊 或對於朱立倫這邊 或對於韓國瑜那邊 或對於民眾黨那邊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拿到他們的各取所需 對不對 他們都可以各自有表現 包含陳水扁那邊 對吧 好這裏面只有一個人是絕對輸的 那個人叫蔡英文 他們又沒勢力了嗎 有勢力又怎樣 能夠抵得過兩大總刀的聯盟嗎 如果他手上的那個調查局電子檔案 都在他手上呢 現在調查局歸誰管啊哥哥 哎呀 您真健忘 可是如果這些檔案都在 蔡英文的低潮呢 低潮又怎樣 你拿出來之前我就可以把你滅了 因為這媒體又歸誰管請問一下 嗯 對不對 現在誰那麼白目啊 哪一個媒體人連收入超過五百萬啊 真正應驗了 超白沒有六匹的故啊 對 對不對 做人要留三分啊 不要羞挑鬼啊 是的 我以上這樣爆料 在您這一集應該已經破表了吧 我龍心大躍 我龍心大躍 雖然時間還有一些 您還沒有重要的相關問題要不問啊 我跟你講喔 我們談到現在為止 有三個字一直都沒有講過 可見這個人在未來四年會很掰咖 嗯 叫做賴清德 你把賴清德當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人家賴清德我跟你說 他是 宁采誠啊 剛才他就演宁采誠的角色啊 最後他 得了一個這個 Happy Ending 你知道 嗯 他正義也主持了 該過的法案也過了 該查的案也查了 他作為仁慈英明之主啊 嗯 而且 垂鞏而至 對 美國要要錢 我們立法院沒過啊 不是我不給你啊 嗯 你看多好 他可以說你看 蔡英文八年總共給多少錢 我可能只給一半你知道嗎 嗯 你想想看 他各方面都可以交代的過去 然後呢 他可以 哎他就能鎖住558萬票 再往上加一點啊 哎我老師我跟你說 我給你透露一個內幕啊 嗯 我們兩個對陸的節目 美國在台協會 都做了逐字稿 好你就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 因為我現在是巴布亞 牛幾內亞的 美國 中央情報局的縣民 對 沒關係我跟FBI也很熟啦 對啊 FBI是什麼 啊 洪子君啊 FBI你不知道嗎 FBI是 foreign boy institution啊 好我最後想給觀眾們一個饗宴 主持人 接受吧 你 我不接受又奈何 我貢獻還是還是不想 還可以有點扣打 我其實想補述主持人 在一開始 對大家所說的這個 這個厚臉皮是這部分 我認為 在台灣從政最難的部分 其實不是厚臉皮 而是那個經得起 這個歲月戳膜 還有經得起這麼多 惡棍來践踏 那個過程裡面的心理素質 那我一定選台灣第一名啦 我們可以簡稱說心臟要強 那我第一名啦 我跟你講我心臟早就已經拿掉了 也行啊 但是這裡面還得再加上一下說 你必須熟安所有各家裡面的暗器路數跟章法 跟你面所規定好的腳步 要不然你會在迷宮裡走不出來 這個難度是這兩大項必須要綜合東西 那我也有一點小歲數了 我覺得我回頭看這一路 我家裡面也算在這方面 是有些小常識的家庭的家族 我仔細蠢度稍微盤算一下 我幾乎認為啊 要把他全部熟透摸透摸熟 到能夠在你節目把他說清楚 非得到55歲以上 否則是說不清的 他真的是有難度 對我覺得需要我需要歷練 這個東西真的需要很深的歷練 對而且那個心臟正要構成你瞬間啊 因為那個彭文正不是那個蓋的 也不是好呼嚨了 他跟四方龍不是同名同姓 他是瞬間考你 而且事先不瑞稿的 那你得瞬間說出來 這個事情我們是從2014年就接受他考驗 甚至他不在場 都還把版本交給國鄉夫人 瞬間又考你 然後放在錄影帶 說這是給歐教授你的 你怎麼回答這個人間道問題 無間道問題等等 那老實講 我還可以再講一件事 這個回憶可能有些人還記得 可能文正哥哥也還記得 有一天我拿到Rundown 和那天我進場以後 看起來有點不同 而且我對面那一排來賓 每個臉上都有奇特的顏色 然後帶著一種怪異的眼光 雖然每個人我都認識 那一天我還記得 已經是2016的時候了 結果我記得那天其中有一個人 是蔡荒郎 還有一個女士呢 是王叉琦 好 結果忽然整個Rundown拐了一個彎 問了一個世界基金會 跟國民黨黨產的問題 直接對的是我 問我這該不該沒收 該不該回 然後呢我的回答是說 只要是黨產 只要是來自於國家 就應該回 我說 我說了一句話 我現在再說一次 當時候 在當時局面 國民黨的黨產 能不能回到國家 這是整個台灣走向民主的 最後一里路 這一里路必須要完成 否則我們永遠沒有辦法 解除這個魔咒的威力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共同來完成這個 最後一里路的任務 結果他們三個 好像是被節目製作單位準備 是紅衣大炮 要對準我炮轟的 結果完全沒轟了 然後我記得太陽黃那天說的是 你沒看 我給你打破 打到手紅嗎 好大概是 這樣的一個安排 已經從那時候到現在都八年了 所以也熟年了 所以今天我們能夠慢慢的練成 可以在您的節目上 把這些所有的事情來龍去面 給整理好 分享給觀眾 然後把全台灣的民主的路程 稍微讓它縮短一點 向前推進 也應該是主持人的功勞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會不會組聯合內閣 這兩個問題 很容易組 拋這個球的人會拋嗎 接這個球的人會接嗎 很容易組 太容易了 你只要找 除了跨過國民黨以外 其他的對不對 其他的這個170個黨 隨便找一找 找個十個百百樣子 這太容易了 對啊 這個事情再容易不過了 因為位置有一萬三千個 所以他隨時要幹這種事 太容易了 他只要守住15個關鍵位置 不給別人其他 愛怎麼組就怎麼組 沒差 而且搞不好 他愛玩一個高關請退 你被擺上去位置的 下面挖個洞給你 你從此啊 兩年後就不見天日 完全可能 例如徐永明 你聽懂我意思嗎 主持人 對啊 所以聯合內閣要組太容易了 反而去的人啊 自己才要好好當心 對 而且他一旦到美光燈底下呢 那是所有東西都要檢驗囉 你手機裡面最好不要有什麼自拍的東西 又給助理給盜去了啊 這些事情通通都會顯露出來 而且我要說句實在話 台灣的政治人物 經得起X光照的 真的沒有幾個 你以為羅智正是特殊的例子嗎 你以為那個高鐵上三百萬 是特殊的例子嗎 這個問題出在這裡 對吧 我已經說了 幾乎在從政裡面 你不要相信啊 這個有什麼好人 所以在這裡面呢 洪文正會被大家放逐在海外這麼久 原因是 這小子 不要好處只要正義 這種人太難相處了 先讓他在外面好好反省一下再回來 當他真的已經啊 這個淡靜元傑 淡靜元傑 淡靜元傑啊 的時候再他回來 用這個 剛才裡面的我們討論的某一個主角 鄧靜元傑說 阿那個 文正會鍛鍋賣 會鍛鍋賣 鍛鍋賣 鍛鍋賣 不鍛鍋賣 越來越大胃 什麼人這樣問 你跟他說 大胃 文正越來越大胃 你知道他 白骨什麼人嗎 我還可以再 我還可以再補一句啊 給觀眾朋友饗宴一下啊 我真的有去替我們文正公這個請願 說 不能這樣子對待人家 結果呢 回答的是說 你跟他講啦 關鍋賣不死啊 根據關兩天就出來了啦 你叫你死死的啦 我想今天這樣爆料 觀眾應該已經覺得這個行囊滿滿 很有收穫了 這就是他們 死有重於泰山輕如紅毛啦 這樣就好了啦 好我們做個結論好了 也就是說 我認為未來呢 大家看到電視上呢 是他們要給你看的 而不是真實的內容 雖然他們給你看的未必不真實 可是更真實的是有個理事界 他才是運作台灣所有的錢 跟所有的權力邏輯的真實所在 而外面的你所看到的 只是他想給你看的 那些都叫浮光烈雨 跟電動玩具 線上遊戲是沒什麼兩樣的 所以 不是拿到院長副院長就獲勝 也不是幹過八年總統就獲勝 也不是把人家護照收走就獲勝 我們從陳水扁 蔡英文 這一路這樣看下來 包含馬英九 真的懂政治權力邏輯的人 我們恐怕這幾位都還沒有完全滿分幾個 要不然不會平平的不斷的出各種狀況 不過好在的是 深懂全力的這些其他的黑色高手 他們其他的要件是不足的 也沒有辦法達到最高位 這是台灣目前還算幸運的地方 我只能說 但願 在這四年他們這樣的劇本之下 許多不合格的人 因此自動被刷掉 而未來 在四年之後 不管是六年八年後 真正的那個 屬於台灣的民主曙光 會真的到來 文正時間到了 好我在最後呢 我要謝謝 許許多多的人 關心政經關不了 被這個YouTube 還有政務委員羅秉承 下黑手的這件事情 來自海內外 台灣 巴布亞 紐吉內亞 還有美國 華盛頓都很多人 幫我們獻策 而我相信這個風暴我們會走過 而且我們會有萬全的準備 就像在聲音上說的 走過死印的幽谷 必不治遭害 因為你的帳 你的肝 都安慰我 好 所以今天呢 謝謝這個歐崇敬老師 謝謝 再到我們的節目中來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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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記了 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